客聞哲近看守所的第二天一早 太太陳佩琪和黃珊珊現身 北索 而北索午餐菜單是黑胡椒豬肉 搭配海帶牙膽花糖 陳佩琪特別多買青菜等會客菜 還有枕頭和糧喜等生活用品 甚至帶了百年追求等 兩本書要給客聞哲 但其中一本 台灣人四百年卻因為太厚被退貨 昨天她要出門以前 她突然跟我講說 哎 佩琪怎麼辦 她好像感冒了 所以我們夫妻結婚三十三年來 就算不在一起 我們也會互相抱貝之外 所以我今天見不到她 但是我要來這邊 代表說我已經來這邊 我的心跟她是更接近的 五號下午班晚 客聞哲雙手被上銬 北院特別禮遇媒體清楚拍攝畫面 客聞哲還回頭忘了媒體一眼 正眼讓人百感交集 晚間六點半 客聞哲抵達北索 下車時北索可能考量 客聞哲身分特殊 還特地用白布遮掩 維護她起碼的尊嚴 不讓媒體赤肉肉拍攝她 逐見畫面 也傳出陳佩琪 第一時間哭喊國家 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到這邊來捍衛她的清白 昨天那一天我很傷心難過 但是我沒有哭 我打起精神來 我要跟她站在同一個陣線 我們繼續奮戰下去 而法官認為 客聞哲名之金華城 擴大容積率是違背法令 確診執意為之 讓我審刑進一步 法獲利兩百億 途利嫌疑重大 但陳佩琪不以為然 她常跟我講說 不要擔心的理由 說她說她要途律收回 她一定是有這個權力 可以去做決定的 沒有權力是因為 因為她把這個專業的問題交給專業的人 來做一個專業的處理 就看右報內幕 說簡報發現有不明金流流入陳佩琪 和柯問哲兒子的帳戶 陳佩琪嚴正澄清 我們家沒有任何財產來源不明的金流 那我會做那種ATM的小額領財 那是因為我從2014年之後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那我不要想到說 我這種用ATM領財的方式 變成人家離知我罪名的一個證據 柯問哲委任律師鄭聲援 8點10分就現身揹索 要和柯問哲討論如何提抗告 而柯問哲似乎預知自己將遭了羈押 不但在4號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時痛批 司法和媒體引進淪為政治工具 政府對他獵巫 試圖打壓反對派 在被羈押時 民眾黨還釋出這段欲如畫面 大家好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關心我的狀況 不好意思 讓大家擔心 其實你們照顧好自己 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忙 請大家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讓我們繼續努力 呼籲小草別上街頭 這一幕讓支持者無謂雜持人 而柯問哲司法應戰 邁入另一個階段 記得希望錄取過好 SN小組台北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